朱小珍父亲提醒女儿 莫焕金面相就不是好人 而且一点不尊敬老人 朱小珍从小这么机灵 怎么没有用在老公临生病身上呢 朱小珍出世前一个月 由莫焕金开车带着朱小珍和孩子们 来到了丽水市庆园县 朱小珍的老家 在这里朱小珍的爸爸看到莫焕金 就悄悄对朱小珍说 这个人的长相面相一看就不是好人 提醒朱小珍注意他 之后有一次朱小珍的爸爸 到朱小珍家送东西 莫焕金看到老人来了 竟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头都不抬一下 这完全是蔑视长辈 对老人也没有起码的尊重 朱小珍的爸爸告诉朱小珍这件事 朱小珍竟然不以为意 真的不明白 朱小珍的生意是怎么做到这么大的 基本的人情事故都没有搞懂 保姆对自己的父母这样不敬 竟然还奈何不了他 不是应该直接将他逐出家门 再亲自换一个自己合格的保姆吗 加关注持续更新